新当选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,准备重新开始对国有投资基金一马发展公司的贪腐案展开调查,该国现任总检察长阿班迪已放假,并被限制出境。 马哈蒂尔星期一5月14日宣布将一副总检察长替代阿班迪。阿班迪2016年在任期间对一马发展公司的贪腐丑闻结案,判定现已下台的总理纳吉布没有任何不法行为。 美国司法当局则表示,1MDB的官员贪污了该基金至少45亿美元,其中部分存到了纳吉布的个人银行账户。 身为一马发展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纳吉布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。 马哈蒂尔也撤换了马来西亚反贪腐委员会的负责人。 现负责人是纳吉布在2016年任命的。 马哈蒂尔也禁止了纳吉布和他的妻子离境。 之前一份线路的航班信息显示,纳吉布夫妻二人计划于周六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雅加达。 与此同时,大马反贪会的前任情报和调查主任周一正式提出起诉,指出纳吉布阻止对一马发展公司丑闻的调查。